什么 阿姆也要来华县 事关你的终身大事 你阿姆怎能不急 娘娘 叔母问你 你真要答应楼瑶求亲吗 三叔母 可是阿姆有什么劣迹 不配我家 那倒也不是 她前未婚妻何昭君 刁蛮泼辣 楼公子若有不妥 她早就喊遍全城了 那就是楼家长辈 嫌我名声不好 家事不嫌 不喜欢我 你别胡思乱想 楼家这般兴冲冲的夏萍 想来对你没有成见 既然如此 那为何我不能答应阿姆 难道你就不再想想 等等看 是否有更好的人选 我这人 我从来都不选天边最好的 我只选眼前最合适的 陛下 樊昌对所犯罪行共认不讳 此乃樊昌在狱中撕下一惊 用血写救的忏悔书 他忏悔自身 鬼迷心窍 对陛下心生怨对 如今心有悔意 却玩意 愿以死谢罪 要想当年宽阳之战 樊昌身负重伤 险些不治 还拼死助阵拿下城池 不过就是短短十几年 当年于朕出生如此的兄弟 得已 罢了 朕再给他一次机会 倘若他真心悔过 那 狼子野心之流 何来真心悔过 不过是仗着与陛下 有同袍情分 死里求生罢了 临将军何处此言 樊昌家眷始终滞留老朝 未曾躲藏 他胆敢放任家眷暴露 全然不怕行刺陛下后 朝廷诛杀他全家 就是断定 他此次行刺定能成功 且成功后朝廷避乱 再无暇追究其责 樊昌此举绸谋在先 同党协助在后 而时至今日 他却还只提同袍情分 不愿供出其党语 谈何真心悔过 陛下 林将军说得有理 陛下 臣已命人 将樊昌押回都城审问 一定要抓出此次幕后黑手 你先好好养伤 不要操这些心 开心一些 不要整着板着个脸 不是审案就是打打杀杀 倘若日后娶个心腹 还不瞎着人家 陛下还真是三句话 不理娶心腹啊 你要早日澄清 朕绝不再提 怎么 林将军也有喜事了 怎么 还有谁家也有喜事啊 楼太夫 楼家二房那儿的公子啊 他一路追随成家娘子去华县 英雄救美的事全城都传遍了 我听闻成将军与楼太傅 已经允诺了亲事 连聘礼都送去了 陈将军为此 还特意赶来华县 瞧瞧这位成龙快婿 据说不日 其夫人也会到 陛下 纪大人 臣还有公务未曾处理 先行告退 陈将军 杰大人 城市家到底有几个女儿啊 就这么一个是家中老妖 怎么就一个女儿呢 这个城市太不中用了 可是城博夫人 小的去禀告 不必 再往上一点 再使点下 你当真是厉害 这么高我都不敢上去呢 马上就下来了 再往上 快了 快了 你们在干什么 阿姆 阿姆 你没事吧 可责摔着 楼家秉承师叔传家 也难为楼公子身手如此敏捷 果真不简单 晚辈楼瑶见过城博夫人 阿姆自小跟着何将军一家 习武射箭 他的武艺 自不会比家中两位阿兄差的 你这一口一个阿姚阿姚的 这阿姚是谁呀 晚辈姓楼 明瑶 阿姚是邵商对我的昵称 家中阿母也是如此称呼啊 楼家世家妄族 应该懂得君子瓜田不纳旅 礼下不整官之旅 楼公子与邵商 一位定亲 二位成婚 何以如此亲历 甚不惜为之以辱名 阿父与楼太傅 已经允下轻视 也下了聘礼了 我与阿姚怎能不算定亲 是吧 阿父 是啊 是啊 下了聘就算定了 可曾采纳 可曾问明 不曾 可曾换铁 可曾纳旗 不曾 可曾问过他阿母 几项都未曾 算什么定亲 这聘礼都已经收了 咱总不能退回去吧 再说咱们作为女方 也不能追回呀 楼公子 邵商自幼离亲 行事乖章 楼市宗族人脉颇盛 掌房荣耀盛极 成势愧不敢攀 还望楼公子与伯父母亲 修书俱了这门亲事 为邵商好 也为了你自身好 夫人可别这么说 邵商是我见过 最好的女子 她有歹识 有担当 聪慧令达 孝顺叔母 还有一副 莲若敏姑的热忱心情 她再好 与你不合适 那也是白费 不 我与阿瑶怎的不合适 长白说话 轮得着你放肆 之前让你好好学习 懂些规矩 你进学的 如何与长辈顶嘴吗 怎么 阿母叔又想吃死我忤逆 你回屋去 今日起 为了和楼公子避嫌 不得已 不义相见 先回房 好好好 先回房 先回房 楼家公子啊 你先回屋自行去思量 这亲退还是不退 再说 再说 我 烧生 那 你先回房 陈伯夫人一路舟车劳顿 还请早些休息 那晚辈先行告辞 好了 好了 将军 这可就是你做的天大的好事 阿姆说不喜欢阿姚 阿姆说不喜欢阿姚 还是不喜欢我 为何要对我们的亲事 百分阻拦 我若非你阿姆 随你嫁到银罗店去 阿姚 经历了生死 本想与你们亲近些 我一曾想阿姚 还是原来那样 不曾变过